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众议院9日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削减向国税局IRS提供的700多亿美元的资金 以防止该机构对普通美国人进行新的审计 并履行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上任前的承诺 这项名为《家庭和小企业纳税人保护法》的法案 保留了国税局用于客户服务和改善IT服务的资金 但取消了几类未成付的资金 包括可用于对工薪阶层美国人进行任何新审计的资金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在10年内给国税局增加了800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旨在帮助该机构打击逃税行为 据财政部估计 这800亿美元将用于雇佣8.7万名审计员和其他新工作人员 但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反对这种激进的扩张 因为这使该机构目前的规模增加了一倍以上 刚刚掌握众议院的共和党提出的第一项法案 并没有涉及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或移民问题 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可能会盯着美国人收入的国税局 我们的第一项法案将废除对8.7万名新国税局人员的资助 麦卡锡在当选议长后于上周六表示 因为政府应该在这里帮助你而不是追查你 麦卡锡此言重申了他去年9月的承诺 当时他表示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中翻转众议院的控制权 共和党将立即采取行动 扭转拜登政府按照新法律 雇用8.7万名国税局人员的做法 共和党人认为 拜登政府此举旨在方便追查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不过除非在批准第118届国会的规则方面出现僵局 否则该法案预计将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 尽管如此 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前段时间 关于奥米克荣子变种病毒XBB1.5被传为最强变种 还能够逃逸最新的疫苗 被称为海妖变种 从而在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感染浪潮 使得人们对于XBB1.5相当恐惧 不过这似乎夸大了XBB1.5的影响力 数据显示 它并没有最初担心的那样可怕 美国CDC最近也下调了XBB1.5的传染值 其在阳性群体中的比例很快从41%下降到18% 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截至12月31日的一周内 XBB1.5变种仅占病例的18.3% 此前这个数值估计为41% 令人相当担忧 东英吉利大学公共卫生专家保罗·亨特教授表示 CDC对XBB1.5增长率的估计似乎过高 尽管CDC估计过高 但最新的数据显示 XBB1.5感染现在占所有病例的比例比上一周更大 截至到1月7日的一周内 这个数值上升到了27.6% 它仍然是美国流行的变种中 唯一还在增加的亚变种 但是这些数据仅反映了所见实际病例的一部分 亨特教授说 在很大程度上 感染增长率是曲线最终高度的合理指标 因此早期非常快速的增长 会导致在高峰期出现更多的感染 但从最近的数据来看 美国的增长率似乎正在放缓很多 另一方面 虽然XBB1.5的比例在增加 但是在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方面并没有显著增加 因此也基本可以断定 XBB1.5在重症和致死率方面 仍然没有超出奥米克戎的范畴 亨特教授补充说 所以目前XBB1.5看起来不像上周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会造成大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说 因为担心他们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 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美范围内禁止使用燃气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小理查德 特鲁姆卡告诉彭博社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在2023年冬季 就燃气灶发表公开意见 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 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燃气灶 据估计大约40%的美国家庭使用燃气灶 这是一个隐患 特鲁姆卡在9日发表的采访中说 任何选项都摆在桌面上 无法确保安全的产品可能会被禁止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周一对新闻媒体表示 该委员会已经发出了信息请求 寻求于燃气灶相关的所谓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 但尚未提出任何的监管行动 行业组织表示 天然气炉灶排放的有害气体 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灶多 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 通风才是真正应该讨论的地方 而不是禁止一种特定类型的技术 家电协会副主席吉尔诺蒂尼告诉彭博社 禁止一种造具并不能解决对整体室内空气质量的担忧 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些行为 然而美国环保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天然气炉灶会排放不安全水平的空气污染物 如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其他颗粒物 炉灶的批评者声称 一些研究表明天然气器具即使在关闭时也会泄露甲烷 据美联社报道 中国1月8日起放宽边境管制 但由于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多 韩国、美国、日本等国陆续公布了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加强防疫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上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些限制缺乏科学依据 并反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 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 警告将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 北京时间1月10日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指根据国内指示 自即日起 中国驻韩国使领馆暂停签发 韩国公民赴华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表示 上述措施将是韩国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取消情况再做调整 同一天 日本数名旅游业人士称 中国已经告知旅行社 当局将暂停向日本旅客发放新签证 这是在日本政府针对中国入境旅客 收紧入境检疫措施后 中国对日本旅客实施的入境管制 报道引述东京一家旅行社称 在收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后 查询申请中国签证服务中心的网站时 发现签证手续的预约系统已经被冻结 几乎所有类型的中国签证都已经无法申请 另一家日本旅行社称 除了人道签证、商业旅行等其他签证 都已经无法申请 另外 中国驻美国葡萄牙等大使馆的信息再次提醒 以前办理的十年签证仍然暂停使用 如需回国需要重新办理签证 暂不受李富华旅游就医事由的签证申请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消息 推特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自2021年11月以来 已经损失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资产 正是打破了历史上 个人财产损失最多的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援引福布斯网站的数据称 截至到2023年1月 马斯克的净资产 已经从2021年的3200亿美元的峰值 下降到了1380亿美元 损失约1820亿美元 吉尼斯官网表示 有其他消息来源显示 马斯克财产损失值 实际上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 虽然确切的数字难以确定 但马斯克的财产损失 远远超过了日本知名投资人孙正义 在2000年创下的586亿美元的记录 马斯克的财产损失 也让他暂时从全球首富的宝座上跌落 将交易交给了净资产 约1900亿美元的奢侈品集团 IOVMH创始人 伯纳德·阿尔诺 据报道 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 都与特斯拉股票挂钩 其财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特斯拉股票表现不佳 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 以及他在推特上的种种偏颇行为 引发了特斯拉自2010年上市以来 最大规模的股票抛售 其价值在2022年暴跌了65% 相关数据显示 尽管繁荣一落千丈 但特斯拉仍然是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汽车公司 其市值比排在第二名的竞争对手 丰田高出了1000亿美元 吉尼斯方面表示 随着马斯克继续发展自己的科技企业 他的财富很可能会在未来某天反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纽约大小事近在纽约焦点